这天下竟真有不怕死家伙 敢冒充天下第一大魔头基天道 甚至还想把他最喜爱的小徒弟抢走 小鱼儿一脚将那个冒盘货踢飞 就在这冒盘货不服 想要起身在战的时候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退下 基天道寻声看了过去 从无头巨人身上 缓缓走下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 双目深邃 满脸者 乍一看和刚穿越之时的基天道 还真有七八分相似 只不过基天道用了逆装卡 向貌上大为改变 和这老者截然不同 系统显示 此人名叫丁凡丘 原神洁净的修为 丁凡丘目光落在了小鱼儿的身上 露出赞许之色 然后看向基天道 你竟然不害怕本作 基天道淡然道 老夫为何要怕 丁凡丘又对着小鱼儿说道 今日本作心情不错 若放在平时 本作便要致你无理之罪 小鱼儿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头 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 言外之意 就是敢冒充我师父 看我师父不打死你 没等基天道说话 丁凡丘再次打量小鱼儿 双眼之中闪过一丝欣喜 就像是见到了猎物似的 但表面上依旧平静地说道 小丫头 我看你天赋不错 能在这个年纪 达到神庭玉道境界 实属罕见 小鱼儿来到基天道身边 朝着被他击败的女孩 吐了吐舌头 基天道依旧一言不发 丁凡丘也不生气 而是淡然地看着基天道 本作的威名 想必老居士 你应该听说过 基天道淡然抚恤道 老夫久居深山 不甚了解 丁凡丘也不生气 反而说道 不急 本作会慢慢告诉你 你们两个上来吧 我们可以聊聊 语气很平淡 但能听得出 这话中的威胁意味 基天道暗自思索 这里是渡天江附近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丁凡丘 应该也有 原神洁净的修为 为什么打着老夫的旗号 难道不怕 被证到讨伐吗 此事肯定没那么简单 当然这世间没有人 可以威胁基天道 他丁凡丘也不行 基天道开口问道 你是要去渡天江 在问出这话的时候 基天道的手心里 出现了一张 泛着弹光的道具卡 周围的人浑然不知 也感知不到任何的气息 丁凡丘依旧端着架子 却不知道 他此刻正站在鬼门关前 只要他敢回答不是 这张道具卡 便会发挥他英勇的作用 本作的确要前往渡天江 而且无头巨人 很擅长在丛林里行动 所以请吧 基天道悄悄将手心里的 致命一击道具卡收了起来 老夫年迈 腿脚不变 如此 那就不客气了 基天道和小月 一起跳上了无头巨人肩上 丁凡丘一声令下 无头巨人迈步而行 一步一个脚印 震撤山林 速度尚可接受 基天道过为满意 点头道 驯服无头巨人 好像并不容易啊 丁凡丘淡淡说道 区区无头巨人 不值一提 在我的荆亭山上 本座还有十多种座器 小月儿连连翻白眼 可真能吹牛 丁凡丘发现小月儿不信 开口问道 小丫头 你不信吗 小月儿说道 我只信我爷爷一个人 不多时 向王停了下来 再往前 便是渡天江了 丁凡丘纵身一跃 离开了无头巨人 基天道自从参悟了天书之后 对气息的捕捉 也比以前敏锐了很多 这丁凡丘跳下之时 透露出的气息 非比寻常 很显然 这是不易的 小月儿也感觉到了 这种气息 向后缩了下 抱着基天道的手臂 显然她有些害怕 来到地上 丁凡丘问道 小丫头 你修行几年了 一提到这个 小月儿露出骄傲之色 五年多了 丁凡丘吃了一惊 五年入神庭静 简直堪称妖孽 她指着旁边的女孩 对小月儿说道 她的天赋也不错 但和你相比 差得远 小月儿不屑一顾 这种假冒伪劣产品 根本没资格跟她相比 这个白胡子老头 竟然当着基天道的面 诱拐她的小徒弟 但可惜 小月儿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连理都不理她 基天道笑了笑 老夫这孙女 一向没规矩 丁凡丘大度地说道 她年纪还小 无妨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 渡天江鱼龙村 可惜这里早已物是人非 记忆里 这里有很多居民 渔民 没想到 如今变成了沟壑一片 荒芜人烟 渔龙村的真相 恐怕还是得从那帮捞失的官兵 驻扎之地入手 忽然 丁凡丘副手而立 用极其豪迈的语气说道 想当年 本座纵横渡天江 与多名高手在此混战 大战三天三夜 法神巨献 造成此地一片沟壑 基天道疑惑地问道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没错 正是本作 渡天江鱼龙村被图的各种案卷显示 罪魁祸首 的确是基天道 难道是这个冒牌货 嫁货给自己的吗 此时那个冒牌货小女孩说道 师父 青龙会分舵就在前方 徒儿这就去将他们撵走 说完就欲空而行 朝着左前方飞去 眨眼间便消失了 基天道开口问道 青龙会 记得安阳之行 遇到的便是青龙会安阳分舵 没想到渡天江一带也有 青龙会的势力分布这么广 那么背后靠山的幽冥教 又岂会弱呢 丁繁秋傲然道 这青龙会的背后靠山 乃是幽冥教 幽冥教教主于正海 乃是本作曾经的大徒弟 本作寄来 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基天道满意地点了点头 青龙会虽然都是小鱼小虾 但既然有人愿意出手 当然比亲自动手要好得多 道具卡合其珍贵 能省则省 没过多久 冒牌小鱼儿飞了回来 公身道 师傅 不出您所料 青龙会那帮人听到您来的消息 早就被吓跑了 丁繁秋笑了笑说了声好 然后众人继续前进了 与此同时 沃龙岗暗网总部之中 一名下属会报道 启禀教主 杜天将传来消息 有人发现鸡老前辈的踪迹 丝无牙睁开双眼 淡然道 此事幽明教已有准确消息 不必理会 他是个冒牌货 假冒摩天阁必遭严惩 假冒的 那名下属有些惊讶 时刻关注摩天阁 一举一动 另外 摩沙宗宗主 现在何处 回教主 任不凭你到清玉坛 由正义到门主张远山 暗中接应 听到这条消息 丝无牙呵呵笑出了声 缓和而低沉 正到与魔道勾结 狼狈为奸 真是划天下之打击 启禀教主 属下还有一事禀报 黑旗首领范修文 前往摩天阁 生死不明 剑魔前辈没有等到范修文 现在不知所踪 属下不敢跟踪剑魔前辈 丝无牙轻声说道 二师兄带人谦和 你无需害怕 属下明白 但他嘴上说明白 可心里依然在大战 这是 怎么听着就这么不靠谱呢 教主 杜天江最近动静不小 真的不用关注吗 斯沃牙本想抬手拒绝 但出于谨慎 思索片刻 沉生道 既然如此 那便故意放风给宫中 他们的障碍 自然由他们自己扫除 教主高见 属下这就去办 杜天江边上 小鱒耐不住性子 亦非冲天 在四处闲逛 就是小鱒离开的这一小会儿 丁樊秋对着 积天道问道 你可知 本座为何不为难你 积天道没有回应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因为若是那样 那小丫头 必定会记恨本座 果然是对小鱒 起了寂云之心 积天道知道 这其中必有猫腻 便继续保持沉默 不一会 来了一大队官兵 还赶着马车 马车上的箱子里 散发着恶臭的味道 真的老头胆子太大了 不仅冒充积天道 到处耀武扬威 甚至还四处杀人夺宝 嫁祸给摩天阁 押运马车的官兵 将马车停好后说道 这是今天打捞上来的 还有宫里来了命令 打捞的陈师 必须全部上缴 所以从明日开始 我们的交易终止了 丁樊秋笑了笑 现在说终止 太晚了 那官兵大吃一惊怒骂 你们想怎样 我们可是官兵 谁敢乱来 丁樊秋身后跟着的 几个护卫大喊 这天下 就没有我们摩天阁 不敢做的事 说着 拿着武器冲了过去 犹如狼入羊群 见光闪过 一个接着一个的官兵 倒在地上 一个火口 也没有留下 杀光之后 丁樊秋看到 积天道面色平静 便说道 老居士胆识过人 本座看走眼了 积天道一边抚须 一边淡然地 扫了一眼那些尸体 还有那辆马车 小鱼儿开口道 马车里面装的什么呀 丁樊秋笑了笑 骨头 人的骨头 小鱼儿很嫌弃地往后一退 他连死人都不怕 但这东西从江里捞出来 又放进马车里 岂能不让人嫌弃 积天道寻着脑海中的记忆 想起来这些骨头的来源了 大多数都是鱼龙村村民的 也就是叶天心的族人 那么 宫里为什么会让人打捞尘尸呢 积天道轻声问道 这些骨头 有什么用吗 老居士 有些事情 你还是少知道为妙 我们摩天阁做事 一向不留活口 面对这些小虾米的威胁 积天道淡淡一笑 他倒是不着急 只要看下去 一定能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接下来 丁凡秋几人准备前往官兵的驻地 一探究竟 积天道淡然复虚 说道 老夫也想一同去长长见识 如何 爷爷 我也去我也去 小月儿就喜欢凑热闹 丁凡秋看向积天道说道 捞尸之处 有诸多巫术陷阱 你不怕吗 显然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小月儿挥动小拳头说道 这天底下就没我爷爷害怕的东西 丁凡秋的目光落在了小月儿的身上 露出赞许的目光 正和我业 到时候这老头 若是出了事 那就再好不过了 也怨不得别人 很快他们一行人 绕开了重兵把守的军营 来到了快要干涸的江边 快要干涸的河道里 漂浮着很多尸体 尸体还没有完全服务 而另一边的大坑里 则堆满了已经化成白骨尸体 忽然丁凡秋低沉的声音响起 停 这里有巫术修行者 积天道的目光看向了天空 确实有淡淡的金光 笼罩了这片天地 有人在这里设车陷阱 巫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施术者往往需要借助外界力量 对敌人发起进攻 丁凡秋转身看向积天道说道 老居士 你多保重 然后又对小月儿说道 丫头 你若是害怕 就挨着本座 小月儿抱着积天道的胳膊说道 有我爷爷在 我才不怕呢 积天道观察了下四周 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鱼龙村被图 全村上下三百五十四口人 就算全部在这里 也堆不出这么多白骨 而且 连续十年打捞 也没有打捞完 加上水流冲散 遗尸等 死亡人数 何止数百人 而丁凡秋等人 在这里到底在找什么 还没等积天道开口询问 丁凡秋主动说道 这些便是义族的骨头 大言天下 岂容义族立族 积天道反问道 这些全都是义族的吗 丁凡秋扫了积天道也 讽刺地说道 不过是宫里的借口罢了 一旁的小月儿问道 你们在找什么 你敢相信吗 这个老者带着自己的手下 在死人堆里不停地翻找 只为找一块特殊的骨头 小月儿好奇地问道 什么特殊的骨头 丁凡秋没有立刻回答小月儿的问题 而是蛊惑道 丫头 你若是拜本座为师 本座愿将一生所学 倾囊向寿 小月儿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就凭你 你也配当我的师父 这世间多少人想拜入老夫的座下 都没这个机会 你可要想清楚了 本座座下九大弟子 哪一个不是明镇一方的强者 小月儿看着那个冒牌货说道 他就不是 他的修为差得很 丁凡秋一时雨色 这家伙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鸡天道并不意外开口说道 只怕你 教不了他 丁凡秋不以为然 副手道 普天之下 没有我鸡天道教不了的人 鸡天道懒得拆穿他 他来这里的目的 便是要调查鱼龙村被图的真相 丁凡秋冒充自己装逼 可以暂时先不与他计较 这一路上 丁凡秋也算发挥了一些作用 只不过 让鸡天道感到疑惑的是 丁凡秋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背后又有什么人撑腰 过了好久 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就在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丁凡秋连看也没看 便冷漠地下令 把外面的士兵全杀了 他的几名手下 立刻冲了出去大开杀戒 来的是一群士兵 哪里是修行者的对手 鸡天道想起明示 迎来这里调查的时候 遇到了巫术陷阱 这么重要的地方 应该不至于只有这种级别的防御力量 鸡天道开口问道 那特殊的骨头 到底是何物 丁凡秋严肃地说道 老居士 本座再三提醒你 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老夫一把年纪 早已看穿生死 鸡天道淡然腐须 这也是实话 他穿越之时 便已是死过一回 眼下的麻烦 比当初十大高手 围攻金庭山的时候 不值一提 忽然 一道阴浪传遍整片天空 你们中计了 擅闯中递者 死 这道阴浪并不强 但很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 鸡天道倒是不担心这些 他若想走 单凭眼前这点力量 根本拦不住他 丁凡秋看了鸡天道一眼 大步向外走去 他对此似乎并不是特别在意 他是元神洁净的修行高手 又岂会害怕这种场面 士兵再多 也不可能挡得住元神洁净的修行者 丁凡秋头也不回地说道 小丫头 睁大眼睛看好了 这话明显是冲着小渊说的 与此同时 丁凡秋浑身的气势渐渐暴涨 轰的一声 一座武藏之高的法身 毅力当空 刚气环绕 坐下金莲 一页接着一页打开 足足展开了四页之多 那些堵在港口的士兵 以及修行者们 看到这座法身的时候 脸色大变 同时后退了数步 但他们没有被吓跑 而是如临大敌似的 警惕后退 小渊儿嘀咕了一句 才四页有什么好炫耀的 旁边那女孩傲娇地说道 你懂什么 我师父神威盖世 这叫隐藏实力 四页足够对付这帮人了 神庭静的法身 最多不过十方乾坤 有百节洞明在 所有人都得匍匐在地 就在所有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之际 一个修行者跳出来说道 大家别慌 慢慢后退 宫里传来消息了 这人是假的积天道 而且 昨日这里 便设下了巫术大阵 我们退到大阵之后 在宫中高手抵达 一举歼灭他们 不管是谁 擅闯禁地者 死 士兵们瞬间士气高昂起来 此时积天道也明白了一切 很显然 这是个阴谋 他们的行动 似乎早就被人预知 既然是陷阱 那这里就不可能有 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者那根藏着秘密的特殊骨头 还没有被挖出来 一旁的小月儿低声问道 师傅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杀出去吗 积天道竟然被一个冒牌货 抢了风筒 丁凡车开启四叶法身 一时间成为了场上的焦点 小月儿低声问道 师傅 我们现在怎么办 杀出去吗 积天道轻声说道 不用 他喜欢抢风筒 就让他打吧 小月儿小声嘀咕道 一个四叶 一点都不好看 见惯了大场面的小月儿 看到这种级别的法身 总觉得档次低了很多 如同天天坐船 说几坐骑 突然要给他一个低阶坐骑 他还真有点瞧不上 但对于其他修行者而言 四叶金莲的法身 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 那些浮空的修行者 无端地咽着口水 警惕着法身的震慑之力 也没人敢在这时候 对一个原神洁净的修行者动手 那名女弟子 瞥了一眼小月儿不以为然道 小丫头 不要以为你刚才侥幸赢了我 就觉得什么都瞧不上 你这种身手 在我师父手中 一招都走不了 小月儿哼道 手下败将 那冒牌货本想动手 可眼下局势混乱 只得作罢 万一真打起来 吃亏的还是他 丁凡秋这会儿 可没功夫保护他这个徒弟 那四叶法身 周围环绕的钢器 渐渐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形成一道道刚硬 然后朝着前方飞去 几天道平静地说道 道门法印 没想到丁凡秋休的 居然是道门法印 道门法印 与禅宗法印不同 禅宗法印靠的是 精深加持力量 调动自身元气 宁气成刚 形成佛家的刚猛力量 道门法印 是以调动天地元气为主 范围性的进攻更强 不过 二者相通相容 彼此借鉴 渐渐区别没那么明显了 密密麻麻的法印 飞向那群士兵和修行者 目之所及 凡是触碰到那法印的士兵 全部被击飞 一些修行者见识不妙 掉头便跑 撤 别跟他打 跟他号 准备启动巫术大阵 很多修行者站得很远 自身的修为 也仅仅勉强支撑法身的阵势 而不能与之对比 丁凡秋这一招天女散花般的法印 顷刻间将前方数百名士兵带走 就像是一波洪水席卷而过 惨叫声此起彼伏 剩余的士兵越退越远 丁凡秋朗声道 本座要走 谁敢拦仗 丁凡秋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也知道周围有很多巫术陷阱 若是拖下去 待宫中的高手抵达 便走不掉了 这一声带着浑厚的音浪 以丁凡秋为中心 向四周传递 所有人后退 士兵们迅速后退 与其白白送死 早不如往后撤 他们的任务 守好那些巫术陷阱 以及等待宫中高手的到来 丁凡秋面色一沉 脚尖一点 整个人跃入空中 武藏之高的庞大法身 将他拖住悬浮于半空之中 元神洁净之所以可怕 就是这百节洞鸣的法身 法身身高 震射的范围便会增加 丁凡秋跃入空中之时 法身周围的钢器 排山倒海 向四周辐射 基天道一边抚须 一边微微点头 他这 道门法印也算是小游所成了 师父 这就算是小游所成了吗 小鸣只练过太清御剑 对各家的修行法门了解不多 基天道缓声说道 道门法印 以引动外界元气为主 宁气成刚 大修行者 法身亦可成刚 禅印以自身为主 多以掌印居多 那法印厉害 还是禅印厉害 小鸣好奇地问道 基天道暂许点头 小鸣有求之欲 这便是好事 慢慢教导 今后必成大器 各有忧恋 谈不上谁更厉害 小鸣听得连连点头 钉 教导辞鸣 奖励一百功德点 站在一旁的那个冒牌货 惊讶地说道 老先生见多识广 家师所使 的确是道门法印 不过 道门法印也有手印 共十二道印 修为越高 手印越强大 不输于禅印 基天道没有理他 年轻厚辈 见识短 不懂得虚心请教 那便让他一辈子 坐井观天好了 这个长得很像基天道 说话也很像基天道 但不是基天道的老头 此时正开着四叶法身 大杀四方 凝时静以下修为 当场吐血而亡 范海静修行者纷纷陨落 痛苦不堪 神听静也不得不落下来 调动元气 抵抗他这强大的威慑力 丁凡秋开口说道 无头巨人何在 丛林之中 无头巨人踩着大地 黄奔而来 速度虽然不快 但那可怕的冲击力 就像是战车一样 冲入人去 不少士兵躲避不及 当场惨死 丁凡秋对着小月儿说道 小丫头到本座身边来 宫里的高手马上就到了 嗯 这小丫头 怎么不过来 他本以为小丫头会因为害怕 立马跑到他的身边 却发现小月儿不仅没跑 反而饶有兴致的在看戏 看戏也就罢了 那表情似乎还有些比 鸡天道淡淡的说道 无头巨人跑不了了 无头巨人抗打击能力强 战斗力也不错 但他始终属于不会飞的坐骑 丁凡秋有些惋惜的看着小月儿 再次劝道 丫头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丁凡秋从未见过 像小月儿这般修行天赋的年轻人 比他那个女徒弟高了不知多少 若能将这丫头收入麾下 那将是一大助力 可惜啊可惜 丁凡秋惋惜的看着小月儿 脚尖一点 丁凡秋身轻如燕 闪电般飞向无头巨人 积天道摇摇头并不在意眼前的这些场景 若是要走 白则随时可以带他们离开 无头巨人脚踩大地 颤动不断 然而 就在丁凡秋以为可以离开的时候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道淡金色的圆圈 很诡异 很神秘 那些淡金色的圆圈 渐渐升腾起 类似白雾一样的青烟 巫术大阵开启 将这帮入侵者拿下 重重有赏 无头巨人毕竟只是动物 哪怕他们在修行界中汲取元气 变得可怕 变得凶猛 但在智慧上远不如人类 他在看到那些金色的圆圈之时 竟然后退了 丁凡秋面色一沉 挥动大手 强行驾驭无头巨人 摸无头巨人发出响彻山林的阴浪 朝着四周翻管 他没有依旧没有前进 而是继续后退 丁凡秋大骂一声畜声 再次跃入空中 浑身刚气爆发 放出了大招 但这极其耗费元气 积天道摇了摇头 这样做可不太明智 毕竟眼前的这些人 还只是瞎兵蟹将 宫中的高手若是来了 还如何应对 丁凡秋可没有巅峰体验卡 可以做到无限制的消耗 百结洞明法身出现之时 那些准备靠近的修行者 再次后退 就像是事先训练好了似的 准确来说 那些生腿起的 不是雾气 而是巫术的一部分 巫术大阵 终究还是成功开启了 无头巨人再次后退 若非亲眼所见 谁会相信 这堂堂史诗级霸主 无头巨人 也会有恐惧的时候 这巫术大阵 比想象中的 要可怕得多 连丁凡秋这样原神洁净的修为 竟然都毫无办法 设下巫术大阵的宫中高人 到底是何人 丁凡秋果断地说道 放弃巨人 咱们从水下走 积天道淡淡地说道 江中早就被巫术覆盖了 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水底 丁凡秋神情有些紧张了 俨然没了之前摩天阁阁主的架子 眉头皱着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丁凡秋忽然问道 老居士如此镇定 可有良策 积天道摇摇头说道 老夫并无良策 这一下 他们真的成了问中之别 周围的修行者 慢慢地围了上来 他们对着丁凡秋嘲讽道 这不是威震天下的魔道祖师爷吗 怎么这么狼狈 早就有人通风报信 说你会来 宫里下了旨意 一早布下巫术大阵 就等着你上钩呢 此地巫术大阵 布下这么多年 还从未像今日这么壮观 怎么样 比你荆廷山的屏障如何 面对修真者的嘲讽 丁凡秋沉声道 岂有此理 你们可知惹怒我 积天道的下场 百节洞鸣 原本武藏之高的 百节洞鸣四叶法身 突然膨胀 破大成五叶 轰的一声 那法身的刚气 极其凶猛 震荡了出去 以为胜券在握的士兵 和修行者 顿时倒飞了出去 冒牌小鸢傲然道 这才是我师父的真正实力 积天道稍微惊讶一下 随即恢复平静 丁凡秋隐藏修为 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对于他而言 元神捷径多少页都没有区别 一张卡片就能搞定 丁凡秋元气爆发之时 那些巫术圈 出现明显的停滞 凶猛的刚气 以百节洞鸣 为法身为中心 墙势散开 化成道道涟漪 本座 等的就是这时候 数百名士兵 被刚气卷飞了出去 其他人被余波震得连连后退 不敢再前进 兵凡秋身形如电 五叶法身的刚气 比之前的影响范围 要大的许多 无数横七数八的士兵 躺在五叶法身之下 兵凡秋这一击 带走了数百人 士兵和修行者再次后退 他们不傻 没必要在这个时候 跟丁凡秋硬碰硬 全部选择后撤 但巫术大阵的威力 还在增强 丁凡秋收回了法身 百节洞鸣法身 及其耗粉元气 必须得保存实力 小渊儿也有点坦克不安低声道 师父 这下怎么办 师父 丁凡秋回过头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本打算 趁混乱之时 将这小丫头掠走 现在事情好像有点 他开口问道 这老居士 是你师父 小渊儿生气地说道 你这人好烦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啰嗦 我让我师父打死你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丁凡秋看着这小姑娘 气呼呼的样子 居然没生气 这丫头 若是不能收入门下 实在可惜啊 今天到抬首府区 面色淡然 只要丁凡秋敢有一点 道具卡随时可以取她信任 丁凡秋感到很疑惑 这个老头的气息明明不弱 顶多是泛海开了三脉 也不像是以堂修为 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做小丫头的师父 忽然 巫术大阵力量暴涨 金色的巫术将整片天地覆盖 巫术大阵 正式形成 丁凡秋脸色大变 在巫术还没有彻底进入她的 奇经八脉前 她必须得紧快离开这里 她将目光再次移动到 积天道身上 老居士 本作不管你是何方高人 但眼下 你我必须通力合作 才能离开这里 积天道摇了摇头 她现在的修为太弱小了 根本起到做 积天道轻声说道 你还没资格和老夫联手 丁凡秋文言 傲然道 若不是本作刚才施展百节动名 恐怕此刻 你已经生死到消了 然后看着小月儿说道 呀 本作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拜我为师 本作带你走 小月儿气呼呼地骂了一声鬼 丁凡秋满脸可惜 摇摇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本作就自行离去了 你们自生自灭吧 说完 丁凡秋元神洁净的修为 彻底展现了出来 整个人傲然飞向空中 想要强行冲破巫术大阵的束缚 他的三名弟子大喊 师父 别丢下我们 他们只是神庭静的修为 中了巫术 修为大减 不可能突破巫术大阵 积天道看着天空摇了摇头 可惜 这丁凡秋 竟然不敢拼一把 如果他施展百节动名法身 还有机会 不施展 便没有任何机会 忽然 羞的一声 远处的天空之中 一只羽箭 夹着雄魂的刚气 过空而来 因为速度过快 几乎与空气摩擦出了火花 那道羽箭以流星般的速度 命中了丁凡秋 丁凡秋措手不及 急速下坠 那一箭次穿了他的护体刚气 就像是气球爆炸似的 所有的元气宣泄开来 以排山倒海的气势 席卷的原尘 如同海面荡起的涟漪 壮观夺目 丁凡秋直接摔在地上 甚是防备 是弓箭手 还是元神洁净的弓箭手 宫里的高手终于出现了 因为只有元神洁净的弓箭手 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远距离命走丁凡秋 此人会是谁 大言天下 能做到这精实一招 轻松破开五叶高手的 就只有神斗三大神射手中的最强者 难道是他来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一箭吸引进去 几天道大吃一惊 好强的箭手 五叶金连法身的高手 居然被一箭射下 几天道眉头微皱 宫里的高手终于出现了吗 几天道看向弓箭飞来的方向 尽管视线模糊 还是看到了远处的天边 悬浮一座飞年 四四方方红烟烟的飞年 并不大 悬浮在那群士兵和修行者的上方 在轿子每一角 都有一个女子扶着飞年 就那么稳稳地漂浮在空中 终究还是来了 而且好像不止来了一个 几天道隐隐有些担忧 就剩下一张致命一击卡了 不够怎么办 与此同时 看到了那弓箭的使用者 一个样貌 极其年轻的少年 很轻松地落在了地面上 这惊天一剑 便是出自此人 此人虽然年轻 但至少有六业修为 这便是神都三大神射手中的最强者 陈竹 众士兵同时下跪 参见陈大人 那少年一步一步 不急不缓走来 浑身散发着冷力的气息 姓名 陈竹 种族 三叶 境界 元神洁净 竟然是一族 积天道心中微动 但表面依旧不动声色 而且他带来的随从里 至少有两人踏入了元神洁净 积天道感到大事不妙 好像玩脱了 要不使用无懈可击 赶紧闪人吧 就在积天道思索的时候 陈竹冷立的声音响起 大人有令 拿下摩天阁众人 交于宫中处置 丁凡秋的女弟子 顿时紧张地说道 我们不是摩天阁弟子 你搞错了 我们是假的 然而 那手中拿着弓箭的陈竹冷冷地说道 若是假的 就地正体 摩天阁的话 宫中或许会慎重考 冒牌货又何须放在眼里 陈竹拉动弓箭 咻的一声 一箭破空 几乎不给任何求饶 反抗的机会 那一箭便射死了一人 丁凡秋脸色大变 紧张地说道 你便是号称箭无须发 神都三大神射手之一的陈竹 陈竹缓缓说道 的确是我 你闯了不该闯的地方 所以该死 丁凡秋倔强地说道 天下之大 我积天道哪里去不得 陈竹笑了笑头 行了 在其他人面前唬人也就罢了 在我面前 收起你那点小伎俩吧 你的实力和修为 和那老魔头还差得有 莫说是你 就算是真正的积天道来了这里 也得认栽 他并没有拉动弓箭 而是看着他们 就像是在看一群袋子的包样 原神洁净的神射手 可以同时射出多支利己 谁也说不定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积天道此时终于开口 你就是神都三大神射手 苍老的声音显得低沉而有力 陈竹的目光从丁凡秋的身上 移动到了积天道的身上 他眉头微皱 他竟一直没注意此人 积天道面色平静 右手负在身后 左手抚须 像是丝毫没有受到巫术大阵影响似的 陈竹一惊 吴一道 你竟不受大阵的影响 积天道淡然道 你是在问老夫吗 你可知 你面对的是谁 陈竹左手一挥 张弓搭剑 积天道摇摇头说道 你的勇气可佳 但你想清楚 要和我动手吗 好家伙 你又是何人 没等积天道回答 小鱼儿再也憋不住了 朗声道 站在你面前的 便是摩天阁的真正主人 元气带着音浪传递而出 丁凡秋心头巨颤 猛然惊醒 瞬间想通了 难怪这丫头和摩天阁的第九位弟子 如此相想 他的表情极其僵硬 呼啸不得 他竟然三番五次 想要收人家为徒 这位一路随行的老者 居然就是他一直假扮的老魔头 这下 完了 彻底完了 然而 陈竹却笑了笑 我家主人接到消息 此处积天道为假冒者 就地格杀 陈竹右手一抬 反而放下了弓箭 越是这样 就越不能放松警惕 积天道抚须道 回答老夫三个问题 今日之事 便可作罢 陈竹刚要动手 天空中却传来一阵铃声 像是在传递命令 陈竹只能把手 冷冷地看着积天道 积天道眉头微皱 严肃地说道 第一 告诉我 你家主人是谁 第二 你们打捞陈尸 有何目的 第三 鱼龙村被屠杀的幕后主谋是谁 这三个问题回答清楚 老夫便让你们不死 面对朝廷第一神射手陈竹 积天道终于不再隐藏 他淡淡地说道 回答老夫的问题 可以饶你们不死 这口气和神态 哪怕还没出手 丁凡丘已经断定 这便是摩天阁的真正主人 九大魔头的恩师积天道 当今天下 能够在庞大的巫术大阵中 如此轻描淡写的人 除了他 还能有谁 丁凡丘的那名女弟子 更是瞠目结舌 呆若目击 吓得浑身发抖 不知所措 陈竹听了这三个问题 眉头紧皱 似乎在等待上方飞碾的命令 全场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巫术大阵已然成形 巫术大阵外的士兵们 举着长矛 严阵以待 叮铃铃 飞碾上的铃声终于响了 陈竹笑了笑 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很抱歉 一个将死之人 知道这些 没有意义 说完 嗡的一声 弓箭拉动 宁气成钢 宁钢成剑 临死之前 你还有何言 陈竹手中出现 术道剑钢 眼神灵力 不愧为神都三大神射手 单从这一招 便可以看出 他比四大黑棋要强大得多 鸡天道表情淡漠 轻声说道 愚蠢需要付出代价 他隐蔽地拿出了五张道具卡 没错 不是一张 而是五张 他刚才瞬间 补充了四张致命一击卡 只见他一挥手 一朵莲花顺势而出 羞的一声 陈竹射出的利剑 全部被莲花吞噬 陈竹大吃一惊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 下一秒 莲花忽然碎裂 一个金色的巨大手掌 遮天蔽日地拍了过去 金色的光芒 让一切都暗淡失色 危险 陈竹顿感不妙 赶紧向后退去 从未见过这种手段 怎么会这样 陈竹匆忙地拉动弓箭 三根钢器羽箭 激射而出 但金色的大佛 丝毫不受影响 陈竹眼睛瞪大 脸上全是慌张和恐惧 金色手掌还是 击中了她 轰的一声 爆裂开来 一切归于平静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原地空空如也 红色飞碾四周的女修 先是一愣 才意识到不妙 眉头一皱 陈竹道 你胆子不小 丁凡秋也目光呆滞 在修行界中 能使出如此威猛的长法 起码也要原神洁净 七夜以上的修为 而且 这里是巫术陷阱区域 还需要抵抗巫术的侵蚀 可借着传闻中 纵横天下的第一强者 到底有多强 与这庞大的佛祖精神相比 丁凡秋刚才所施展的道门法印 渺小如蝼蚁 太过微不足道 完全不能与之比肩 丁凡秋修行一生 何曾见过如此惊人的长法 他居然还妄图冒充假扮 太可笑了 天空中 那四位女修 表情沉着 眼神坚定 一起打出绝妙的剑阵 先是出现无数把飞剑 然后在空中组成了一把巨剑 但这柄巨剑 和金色手掌碰撞之时 只荡漾出了一丝涟漪 便在无作用 砰的一声 被击中的四人 就像是烟花绽放一样 消失了 绚烂过后 化为云烟 随风消散 亲眼目睹这一切 所有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兵 击杀三名元神洁净目标 两名神庭净目标 获得3700功德 还好 没亏本 这陈竹一人便奖励了1500点 不过 刚才补卡 也花掉了2000点 不算大赚 击天道轻轻摇头 老夫也不想动手 奈何 不得不出手 陈竹这样元神洁净的弓箭高手 往往可以一秒射出三箭 致命格挡挡不住几次 到那时 还得浪费无懈可击 与其这样浪费 倒不如干净利落些 其次 大盐天下 岂容异族嚣张 与三叶不同的是 白明是由大盐人族慢慢分化而来 历经数千年栖息生存 扎根本土 是地地道道的本土种族 而三叶 自古便是异族 皇帝啊皇帝 你是干什么吃的 竟被异族混到了宫中 也不知道为什么 陈竹被击杀以后 周围的巫术大阵渐渐削弱了 天空中 那红色的飞碾 没有四人的支撑 坠落了下来 下方的士兵们 乱作一团 连忙闪避 那些士兵们 已经出现了慌乱 宫中来的高手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人干掉了 这一切仿佛 就像是在做梦似的 不敢相信 积天道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座飞碾 能让陈竹这样的高手当下属 又岂会是弱者 轰 红碾坠毁 剑气飞尘 众人的目光也都聚焦在那红色飞碾之上 绝境之中 积天道果然又开挂了 一把扔出去 五张致命一击卡 不仅击击杀了神都第一神射手陈竹 就连天空的飞碾 也被击落了 不过飞碾上并没有任何人 也是 飞碾上如果有高手 又岂会被轻易击落 积天道也有些吃惊 竟然是空的 不过好在局势 已经在自己掌控之中了 若是扑上来一群神庭静的修行者 反而难办 小月儿笑嘻嘻地说道 我就知道 师父您是最厉害的 积天道府须淡然道 你现在感觉如何了 师父 我没事 就刚才有点晕晕的 现在好多了 巫术大阵已经震在 附近还有不少士兵和修行者 但剩下这些人 已经没有能力阻拦他离开 他将注意力放在了丁繁秋的身上 积天道的目光落在了丁繁秋的身上 本想立刻补充必杀一击 但见丁繁秋受了伤 又中了巫术 修为大将 便改变了想法 既然陈竹已死 那就只好从丁繁秋身上入手了 震慑之下 应该能问出点什么 然而 丁繁秋连忙爬起宫镜说道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前辈恕罪 刚才冒充摩天阁的架势 荡然无存 积天道冷冷地说道 你叫老夫前辈 问你有点可笑 丁繁秋赶紧说道 我冒充摩天阁 罪该万死 而且老前辈还杀了陈竹 替我徒儿报了仇 我更感激不尽 积天道面无表情地说道 老夫问你 你如实回答即可 晚辈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积天道思寸片刻问道 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丁繁秋不敢继续装逼 老老实实地说道 晚辈丁繁秋来自大言运踪 小鱼儿轻横道 就这点本事也敢冒充摩天阁 害不害骚 丁繁秋心里苦了 午夜的法身 真的不弱了 积天道继续问道 为何冒充摩天阁 丁繁秋犹豫了下 但还是回答道 回老前辈 云天三宗门下无数弟子 死于摩天阁之手 元气大伤 至今未能恢复 晚辈受命 冒充摩天阁之名 到处作恶 积天道摇了摇头 低声叹息 云宗乃堂堂名门正派 竟也用如此卑鄙手段 摩天阁恶事作敬 晚辈只是奉命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啪的一声 积天道狠狠给他一巴掌 积天道这一巴掌 删得严严实实 丁繁秋也不敢反抗 老子在问你 那骨头有何秘密 丁繁秋回答道 因为一直有传言 白名有骨 可破千年大线 前辈宁见多识广 应该有所耳闻 白名有骨 门破修行界寿命的极限 积天道再次搜寻脑海中的记忆 以积天道纵横千年 驰骋天下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能一点印象 都没有 搜寻片刻 依旧一无所获 积天道不再回信 而是继续问道 此骨壳有找到 丁繁秋摇了摇头 朝廷连续十年未曾找到 我等更没机会 小月儿嘲讽道 一群傻子 寿命大线无人能破 骨头的主人都死了 还指望骨头破大线 笑死人了 这话说的丁繁秋 哑口无言 这倒是让积天道 想起了地球上的秦始皇 为求长生便四处寻耀 这修行界人人都踏不过这个大戏 但总有人不甘于此 想要尝试 难道 大言皇帝 也是心有不甘 就在思索间 港口附近的士兵 以及那些低阶修行者们 缓缓地围了过来 数千名的士兵 宁石静 范海静 神庭静修行者 密密麻麻 还有将领大喊 他们已经中了巫术陷阱 没有抵抗之力 不要怕 擅闯境地者 就地处决 看着众多的士兵 和修行者靠近 激天道脸色平静 小鱼儿活动了下筋骨 说道 师父 我来对付他们 激天道白手道 不用 交给滔铁吧 话说双拳难敌四手 小鱼儿纵然很厉害 但要将这数千名的士兵 外加数百名修行者全部击退 着实有些费力 激天道的生命下 神兽滔铁 即将对士兵们进行屠杀 伴随着一声嘶吼 滔铁的身影出现了 那些士兵和修行者寻身望去 什么声音 老虎 这附近怎么可能会有老虎呢 就在大家奇怪的时候 那丛林之中的滔铁越来越清楚 庞大的身躯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滔铁 果然不受巫术的影响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凶兽 熬的一声 滔铁长笑一声 震撤山林 士兵们吓得双腿哆嗦 这不是普通的怪兽 而是极其强大的凶兽 人类之中 只有极其强大的修行者 才可以将这种凶兽驯服 令其成为座器 滔铁扑向了人群 强大与渺小 形成鲜明对比 一时间 残枝断壁 四处乱飞 就连犯海禁的修行者 都不得不后退 士兵更是不堪一击 全部被击飞 滔铁强悍的战斗力 在这渺小的人类面前 展露无遗 神庭静修行者 纷纷打出各种手艺 以及飞剑 砰砰砰 饕铁不仅被受伤 反而被激怒 只见他跃入空中 呼向那些修行者 别忘了 饕铁会飞 他可不是无头巨人 只会在地面上 无能哄 我的妈呀 会飞的凶兽 一名修行者 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一巴掌拍散了架 吓得数千名士兵 只能后退 快撤 他竟不受巫术影响 这怎么可能 砰砰砰 饕铁一爪子 便杀死一人 凶猛无比 若是人类 他们反而不惧吧 大不了慢慢好就是 但他们面对的 是一头毫无人性的怪兽 仿佛不知疲倦 小鱼连连鼓掌叫好 饕铁强悍的战斗力 出乎众人的预料之外 不少普通的士兵 在下方射箭 可惜 那点威力的弓箭 只能给他挠痒痒 丁 击杀一名神庭初期目标 获得一百功德 击天道也满意的点点头 饕铁的战斗力竟然如此强大 有他刷功德 那今后积累也会容易一些 丁凡秋看得目瞪狗呆 这就是传说极座棋 与之相比 他的无头巨人 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无头巨人这会儿 还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根本没有饕铁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丁凡秋无奈摇摇头 剑差不多了 积天道挥挥手 命令饕铁返回 功德点加了八百点 不是特别多 太弱的修行者 奖励也是低得可 饕铁服从命令 返回到积天道身边 经过那头无头巨人之时 眼神扫了他一眼 无头巨人向后缩了缩 身体害怕地颤抖了一下 这就是传说级座棋 和史诗级座棋之间的差距 不拿在一起 比较也就罢 一放在一起 那就是天壤之别 饕铁威严地 蹲在了积天道不远处 时不时露出獠牙 吓得那帮修行者 不敢继续靠近 积天道眉头微微一皱 不明白这帮士兵和修行者 为何还不离去 就不怕死了 就在他打算继续审问 丁繁秋的时候 远处天边 有两人遇空而来 速度极快 那迸发出来的气息 令人纷纷侧目 难道宫里又派高手来了 正觉得奇怪的时候 小月儿看清了来者的模样 当即高兴地蹦了起来 叫道 三师兄 四师兄 积天道抬头一望 还真是端木生和明世音 两人继续从天而降 落地的一瞬间 强大的刚气 向四周散开 二人急步而来 直接跪下 向积天道行礼 徒儿拜见师父 看到这二人的气势 丁繁秋呆入目击 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帽牌弟子 这差得 也太远了 积天道抚须问道 你二人为何会来 明世音功声道 师父 徒儿从范修文口中 获取了一些线索 他说 此地有巫术大镇 由宫中高手亲自作镇 所以 徒儿立刻找来三师兄 前来支援 积天道对徒弟的调教 终于出见成效了 明世音和端木生二人 得知积天道被围困于龙村后 立刻前来支援 两人赶到后 跪下行李 徒儿担心您的安危 自作主张 望师父恕罪 积天道描了一眼明世音 这祸自从建了离别沟 整个人精神了很多 做事情也必须周全谨慎 早知如此 就该省下那五张道具卡 不过 事已至此 卡已经用出 后悔也没什么用 积天道淡然抚须道 无妨 明世音和端木生起身 看了看左右的环境 巫术大镇的效果 基本消失了 战斗结束后的港口 狼藉一片 尸体横七竖八 到处都是 明世音尴尴尬地说道 我们好像来晚了 小月跑过来 嬉笑道 三师兄 四师兄 看到没 那俩冒牌货 听到这话 明世音不乐意 迈着大步走了过去 来到那个年轻人面前 嗡的一声 百结冻鸣法身出现 就你也敢冒充小爷 端木生也走了过去 正准备施展百结冻鸣法身 明世音连忙抬手 挡在他的身前说道 师兄 你有霸王枪 就够了 这些用不着你出手 积天道开口说道 好了 都别嘚瑟了 明世音乖乖将法身收起 丁凡丘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以摩天阁弟子的天赋 又怎么可能模仿得了 师父请放心 徒儿离开金亭山的时候 刻意将范修文揍了一顿 保证万无一失 再说 金亭山有屏障保护 外人也进不去 听到这话 积天道就没有再责备他们 没了巫术大政和士兵的干扰 积天道再次走向了丁凡丘 丁凡丘抬头问道 黑旗首领范修文在摩天阁吗 明世音讯是道 不该问的别问 积天道副手问道 你既然来自云宗 是受何人指派 丁凡丘支支吾 不敢说出来 积天道促须说道 经过此事 你若不说 反而会被人灭录 惹祸上身 丁凡丘沉阴片刻 觉得积天道说的不无道理 事已至此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于是说道 是云宗执法唐长老花无道 明世音开口说道 这老东西还没死 丁凡丘点点头 花长老自从败给老前辈以后 一直耿耿于怀 心境有了障碍 念头无法通达 修为再难以寸境 小约儿气哼哼地说道 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自己弱 非要怪别人太强 这话也就摩天阁的人能这么说 想当初 花无道也是七叶金莲法身的高手 精通刀剑 即便是正道十大高手 也不敢小觑花无道 花无道也因此傲慢一时 二十年前 自诩天下第一 当时摩天阁日渐示威 花无道想要踩着摩天阁 登顶天下第一 奈何 花无道与积天道 只交手了一招 便惨败收场 自那以后 成了天下正道的笑领 此事变成了花无道的心结 连续二十年 修为再无寸净 积天道再次问道 花无道 现在何处 花长老 已于三日前 挡往清玉坛 据说是要商议一同对付摩天阁 积天道想起将爱剑的飞书 摩沙宗宗主 似乎也去了清玉坛 这帮人聚在一起 对付摩天阁 摩沙宗左星馋 便是死于积天道之手 任不平自然气不过 只不过 任不平为了要报仇 居然想到和正义道联合 还真是让人醒悟 自古以来 正魔不两病 摩沙宗近年来 所做的恶事 不比摩天阁少 左星馋独自一人 就能成为非比第三 这些年 吞并了不少弱小势力 越来越不可想去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高手 死在摩天阁 他自然不甘心 积天道自信地笑了笑 他们想对付老夫 那老夫便去清玉坛一趟 明示英文言 有点心虚 师父 清玉坛乃是正义道的底盘 徒儿怕你会吃亏 积天道看了他一眼 明示英 你在害怕吗 明示英当初还未突破 原神洁净之时 到处兴风作浪 偶然间遇到正义道高手张秋迟 被其击败 心里有些阴影 只不过 明示英没有云中的花无道 那么夸张 出现了心魔 导致修为进步 徒儿岂会怕他 明示英说道 积天道淡然点头 如此甚好 一向无法无天的明示英 竟然也有恐惧的时候 原来是多年前 他曾经败在正道 高手张秋迟的手里 积天道却很清楚 明示英是因为小心思太多 一直不能完全专心修炼 所以至今法身还没开业 一旁的小圆儿挥动拳头说道 师父 还有那个张远山 一定要打死他 他天天辱骂师父 太可恶了 积天道看了小圆儿一眼 本想要呵斥他 但一想到张远山的嘴脸 的确可恶 当初积天道与十大高手战平 受了伤 返回摩天阁 第二次牵头围攻京亭山的 便是张远山 此人极其狡猾 若不是 当时天剑门门主 骆长风太过张扬 那天在巅峰状态下 杀的就不是骆长风 而是他张远山了 骆长风一死 张远山第一个顿逃 风头过去之后 便再次跳出来 公然辱骂积天道 包括这次清玉坛密谋 张远山也脱不了干系 积天道转过身 看向丁繁秋 老夫在问你 鱼龙村被图的幕后主谋是谁 丁繁秋疑惑不解 图光鱼龙村的 不就是前辈您吗 丁繁秋获悉的消息 也是云宗内部给的资料 所以 积天道这么一问 倒是把他给问梦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积天道说道 连你也认为 是老夫所为 这 晚辈不敢 事到如今 积天道也知道 基本问不出什么了 显然 这个丁繁秋也不知道 真正策划这一切的幕后主谋是谁 十年来 能将此事遮盖得如此隐蔽的 手段可见一般 绝非一般人物 想到这里 积天道挥挥手 说道 将他带走 明是因拱手达到 徒儿遵命 积天道看了一眼天色 时间也差不多了 正要对饕铁下令 忽然有非书传来 小鱼儿一把将非书接了下来 师父 又是那个不要脸的非书 这一说不要脸 积天道便知道是谁了 直接念出来吧 小鱼儿打开书信用江爱剑语气念道 老前辈 您让我调查鱼龙村真相 这需要时间 不过 我可以提供一个最新消息 最好别去清语谈 因为邪王 也就是您的第八个徒儿 正在清语谈外埋伏 念完之后 明是因和端木生脸色拉了下来 这个老八 上次没教训够 这种修为 也敢埋伏师父 欺师灭祖的玩意啊 我这就去扒了他的猪皮 积天道打断了他们的话 淡淡说道 老八向来欺软怕硬 以他的本事 应该没这个胆子敢埋伏本作 小鱼儿问道 那他 为什么要在清语谈埋伏 端木生略意思索 正义道向来自诩名门正道 老八这孽徒 虽离开了摩天阁 但名门正道可不这么想 幽名叫 卧龙暗网 包括老八的猛虎山寨 都是他们打击的目标 老八 估计是想要趁机报复吧 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觉得 老八没这个胆识 这背后一定是七师弟搞鬼 积天道府须道 老八的势力如何 明是因点头道 回师父 老八的个人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胜在有一堆听话的心腹 而且流窜于大街小巷 真正可怕的 并不是修为高的修行者 而是一城的明星所向 战争 才是最可怕的 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修行者之间力量制衡 死伤虽多 却远远比不上 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痛 小月儿突然来了一句 八师兄是想挑起战争吗 积天道摇摇头 你们随本座 一同前往清玉坛吧 徒儿遵命 端木生 明是阴 小月儿三人一口同声 积天道朝着涛铁挥挥手 凶猛可怕的涛铁 瞬间变得乖巧无比 收起獠牙 压下了身子 明是阴想起上次的传说 急作期白泽 说道 师父 那我们呢 积天道语气淡漠地 指了指钉樊秋 带上他 你们自己飞 一转眼的功夫 积天道带着涛铁 跃入了空中 如疾风般 消失在天际 涛铁离开之后 无头巨人才敢站起身 以从未有过的速度 奔向了丛林 积天道 明知道清玉坛是龙坛虎穴 依旧的小月儿 骑着涛铁 朝着清玉坛飞奔 路上小月儿问道 师父 我们要不要等等师兄 不必了 照涛铁的速度 飞到清玉坛顶 多两个时辰便道 积天道还需要一些时间 整理一些思绪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他打开了系统的界面 此时总共还有4812点功德 看着道具界面 积天道眉头微重 致命一击的价格 变成了600 积天道没忍住 直接抱了粗口 该死 真是岂有此理 小月儿吓了一跳 师父 怎么了 是谁惹您生气了 徒儿这就去 把他抓来大谢巴干 积天道恢复了平静 陷入思考 致命一击的价格升了 但无懈可击的价格 还是500 由此可见 价格大概率是根据使用次数浮动 可能是系统觉得这张卡 太过于变态 所以才有这样的限制 此前 没有过多使用 也就没触发价格上涨 这么厉害的道具卡 果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 如果一直是500点价格的话 那么只靠致命一击卡 杀光天下所有元神捷径的高手 只剩下自己一人 岂不更好 还净赚一倍功德 果然没有钻漏洞的机会 不过 好在价格上涨的不多 还能接受 看来 不能过度依赖道具卡 得尽快提升自身实力 基天道补充了一张致命一击卡 今后使用致命一击卡 就得慎重一些了 基天道继续往下拉 道具卡栏出现了新的卡片 绝地疗伤 使用此卡 可治疗30%的伤势 价格300功德 雷钢 使用此卡时触发雷钢元气 有50%概率击中目标 1%的概率击杀目标 价格100点功德 真是鸡肋 老夫现在的手段 谁能伤老夫 至于第二个 更扯了 1%的概率击杀 卖100点功德 怎么算都不如致命一击 鸡肋 基天道忽然觉得 除了买法身以外 还是抽奖更划算一些 不过眼下不是抽奖的时候 小鱼儿指着前方巨大建筑物说道 师父 快到清玉坛了 清玉坛四周 则是茂密的树林 基天道说道 先去密林里 既然孽徒诸红供 在此埋伏 那便先将它拿下 小鱼儿点点头 徒儿愿意替师父 叫去那个叛徒 饕贴的速度极快 不多时便来到了密林上空 老八的势力 多数都是低阶修行者和普通人 想要围攻清玉坛 就只能制取 以他的脑子 谭智取 未免高估了他 所以 这背后必有丝无牙的指点 忽然 密林之中 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小鱼儿悬浮在空中说道 师父 下面有人打起来了 基天道轻声说道 这孽徒的计划 怕是被人识破了 小鱼儿急吼吼喊道 师父 我也想参加和他们打 放肆 基天道呵斥道 这段时间 太过于宠溺这丫头 越来越没规矩 小鱼儿立马乖巧道 徒儿知错了 此时下方已经乱作一团 就在基天道 想到近处看看时 两道深意 从低空掠鼓 速度极快 一前一后 基天道一眼认了出来 这跑在最前面的 便是摩天阁第八位弟子 朱红供 灭图 哪里走 基天道伸手捏碎了一张 画地围牢道具卡 掌心之中 出现了一道金光 向着老八飞去 老八朱红供 突然本能抬头张望 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哎呀 我的妈呀 竟然是师父 这人一旦倒霉 喝凉水都色牙缝 朱红供现在就觉得 自己特别倒霉 来清玉坛 也能撞到师父 他怎么能不惊讶害怕 但过了仅仅一秒钟 那道金光便消失了 基天道眉头微皱 这一张卡二百功德 就这么打水漂了 要不要再来一张了 就在他犹豫之时 老八朱红供 大喜过望 连忙喊了一声 感谢师父 放途儿一条生路 说完就赶紧溜了 基天道有传说集 做其饕餐 若是想追的话 也能追得上 问题是 要想擒住老八 那就必须得使用道具卡 小鱼儿的实力 虽然不错 但和老八相比差了一点 而且眼下看起来 局势似乎不太对 还得留下他保护自己 罢了 以后再抓他吧 一旁的小鱼儿说道 师父 快追他 不然他就跑了 基天道摇摇头 算了 回师 还有正事要办 这位 你能不能必须赔 到 相农我 太阳